我觉得这是我一点流失吧 因为我是从金字塔底慢慢爬上来的 我也没有走到精英层 但是我的教育背景比较复杂 我读过设计大学 然后在西雅图华盛大学 完成了本科 然后之后在凤凰城一个 当年15年之前 排名第一的国际管理专业的一个研究生学院 上学院读了两年硕士 然后之后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然后今年也是录取到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 但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在线上课 一会儿会讲到 是有那种特别有名的大学 他敢让你在线上 你还交那么多钱 所以这是一个很吹嘴的东西 就是宾大就这样 他就说你不可以抵护 你要不就是今年上 要不然你就再申请 就就这样 然后学费还不低 他只推了一些基本的travel的费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的整体的背景不太不太一样 比较曲折 我从出来的时候学英文 ESL很多家长移民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庭的家长 很多就是那种985 90年代出来的 做工程师嘛 虽然可能口语没有那么那么 就是unnatural 但是他们的阅读和写读都非常强 我不太一样 我的背景不太一样 我在国内的话 实际上我是学自学考试的 我当时考的是北拉法律系 大概还有两门就能考完大专 再抄本科 后来就是赶上出国潮就出来了 所以也很感谢我的父母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出来重新过了一遍 大学生活 重新过了一遍 属于自己的人生 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教育 所以这块我个人认为的话 我还是有一定发源钱 因为我之前在湾区一个比较有名的教育公司 管理它三个location 那个教育公司当时我负责的区域是 Polato Curitino 还有Almode 对Almode 这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就是学区比较好 然后家长问题也比较突出 我们遇到的学生案例也是各种情况都有 所以给我积累的很好的这种素材 然后也是让我感觉 做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可以就是通过自身的经理来鼓励这些 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数的孩子 实际上他们很有趣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创办公司 这个就不需要多说 然后先给大家讲一个 因为很多家长第一次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在每次直播的时候 我们会把过去几个一个周 每周我们会有直播 过去一周里边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教育 新闻给大家分享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因为毕竟每个家长的话 他那个所教育水平和他所在的neighborhood 不太一样 他可能对这个信息有缺失 所以给大家补充一下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 美国有1100多所大学选择那个test optional 就是SAT可教可不教 这背后的动机呢 当然有很多名校的这个带头作用 现在藤校呢 除了康奈尔别的都现在没有做动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疫情啊 保守的估计的话 有的人认为8-9月份的考试可以恢复 但是有的人认为可能会更悲观一些 所以现在有的大学选择是在线 你像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英国的剑桥大学 他们选择网课 宾大所有的暑假项目 暑假课程他们选择网课 斯坦福是打算开课 但是他没有出具体的时间 然后还有怎么排班 怎么这个防疫测试 加州大学系也打算这么搞 反正CSU加州州立系统 那23个学校他们是已经确定网课了 所以这个我们会随时更新 我们也在之后的微信文章里面会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些集成信息 很多家长来呢 是因为看我的文章啊 我们的推广文章就是讲这个SAP一个消息 UC就是庆议考试 五年内庆议考试逐步的启用 一会儿没有具体的分析啊 我们不希望贩卖焦虑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美高美本不紧张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家长 能够抛开杂音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那个净土 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孩子的特点 慢慢的努力 然后慢慢的取得进步 然后呢 今年有一个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转正和转学生 今年是一个大年 特别有意思 今年我们就是在我朋友圈里边 因为我朋友圈里边很多同行啊 也就友商了 他们在主要是在国内 因为我回国做一段培训 国内那些就是机会的话 他在做服务啊 做系统化的上比美国强很多 虽然他的那个可能顾问的资质啊 包括那种专业能力也不如美国的 因为美国毕竟在文土长大 或者文土生活教育 他了解这个整个文化背景 但是呢 国内的这个在服务质量 和那客服上特别强 所以我学习一下 我朋友圈里边 今年又转到那个 斯坦福的 这个时候从来没听说过的 然后转进各大 这个很正常 各大相对转学来说 对于大同学 大同校来说 相对容易一点 然后呢 转进芝加哥大学 我知道的已经有九个案例了 而且都是确认的 有具体的那个stats 你可以看到 所以今年对转学来说是个大年 而且能很好的讽刺 就是芝加哥大学是全美学费 最贵的一个大学 他们今年转学 我朋友圈就有九个人 这九个人来自四家小的机构 有工作室 有的稍微中小型的 和我们一样 大概就是十几个人的状态 所以很深信啊 就今年因为转学 发布榜单的时间比较晚 大概是在五月初 甚至四月底 那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 这个疫情对这些大学的影响 他们马上就从转学里边 楼一拨人 然后呢 之后接下来几个人 我们可能会分享 等所有的这个大学申请 结束之后 我们有个数据整理 就是转正这个名单 今年能看出来 排名二三十一下 特别二十一下大学 他转正的名单 今年的是大丰收 举个例子 普通大学 他现在已经基本上 转正的结束了 基本上工作 他比去年多收了六七百人 就是从后补名单里边 转正的人数 就往年收的也不少 今年特别多 因为为什么还得有自救 现在来讲 因为我是因为疫情卡在国内了 现在回不了美国 一直在遥控 那边是几个同事 比较给力 只需要我在这 稍微宣讲一下 不需要我做别的 我发现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国际学生 基本上现在已经入学这批 如果是回国了 那他们大概可能很难回去 或者要退迟开学 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干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很多大学 长期依赖于国际学生 他们早知他们财务非常危机 因为本身这次疫情 让他们停课退前 老多学生退学 已经造成他们很大损 然后国际学生他们主要输入来源 一个会觉得国际学生 至少在本地 我说的是本科 国际学生 研究生和他关系不大 本科研究生至少可以养五个就业 因为他的学位是本周人的三倍 然后他来的话 国际学生不买车的非常少 而他买的车一般都不差 因为这一代出来的国际学生 就08年起来 只有我那批 基本上他们的家庭情况都是不错 然后他们很少有事工费 我几乎没听说 我出了博士 然后他们会买车 他们会租公寓 他们不太喜欢住学 然后他们购物他会代购 所以说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些大学过去长期依赖国际学生 现在暴露了 这场已经完全暴露 举个例子南加大 南加大今年录取比去年多到了700个人 大概是700人 我大概具体说的 我可能忘了 之前我们做过统计 但南加大 我觉得我认为 他们学这个预算办公室 做过测算 因为他们国际学生比例比较大 然后他们是正常录取的时候就多录了 我觉得他们是对中国的疫情比较关注 所以他们今天做这个动作 因为按理说 今年虽然有些学校的录取率回升 但是整体的话 还是比较一定状态 南加大突然放大 我个人认为 他是意识到国际学生这个状态 所以他是目前为止 我认为本科正常录取 非后部名单录取率一边 动作最快的 然后别的学校 就只能从转学来 后面面low一些 但是那些本身就比较缺诚员 你举个例子 排名比较高 被大量加州学生和国际学生 保底而又不去的学校 凯斯西数 Kiss West 根本都不错的学校 非常好 他的发offer的就读路非常的低 大概的20% 对于本周的人来讲 然后威斯康辛 麦迪逊 本来排名一直是前50的综合强校 这些年由于地域的原因 因为本身没有产业集群 天气比较冷 所以国际学生 基本上拿了offer 店里都不会去 那加州的话更不会去 大家宁可去UIUC 也不会去那边 所以导致这些学校的话 财务本身就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 包括读了一些 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这次疫情持续下去的话 明年后年会有很多学校破产 至少项目会破产 接下来我们还有个分享 是专门讲研究生项目 我就希望大家关注 然后之前群里边有个家长 问一下 就是说他之前错过讲座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从3月29号开始做讲座 因为疫情在美国已经确定 所以很多家长 希望我们能做一些线上的分享 而且说实话 疫情的话 对我们反倒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因为过去我们由于 办公室的限制 我们只有在东湾 和南湾 有两个办公室 而且不是很fancy的办公室 因为我们的人工 我们的基本的投资是在人 我们的团队都是全职员工 有十几位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 然后我们没有花太多精力 在那个办公室上 但是反倒是我们成为一个受益 就是因为这次疫情 打破了地域的限制 家长可以自由选择 优质的内容 他们来做选择 他们可以听很多讲座 然后选一个 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 然后这是过去几期的讲座 大家看一下 有中文有英文 不同的尝试 所以在每次讲座结束 我们会发一个非常短的词 大概用大家三秒钟 我们收集一些线索 然后希望在准备材料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更值得的印象 因为我们这个讲座 就希望给大家很好的干货 然后同时表达我们的专业观点 给大家一些信息 因为我认为未来 是属于那些 家长信息没有问题 孩子本身搜索能力也很强 但是他需要更好的了解 我本身的状态 和录取无量的之间的差距 然后这是我们过去 微信号里面一些文章 给大家看一下 就大家知道我们的号里边的一些内容 然后如果有需要就扫码 如果觉得这些东西 你已经知道 就有必要 这是无信号码 刚才大家已经扫过了 然后先讲一下今天的重点 就这个法案 是在昨天通过的 23票比0 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 总结的特别好 就是我在朋友 我在群里边 这么一个家长 给我说的特别好 这句话六字 就是说这是白左的加州 趁你病 要你运的一个典型的政治动作 就是趁这个疫情 打着这个旗号 因为他之前就已经搞过这个动作了 这是很多人反对 然后这次正好把这个切掉 一会儿我们有个具体的详解 他分了三步 今年和明年的申请 他依然要提 可提交可不提交 之后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详细想解 这次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分析 就是作为屏幕前的您 您是一个受益者还是受害者 受益者 那肯定是那些不太擅长考试的孩子 不管是因为个人原因 还是自己不努力 还是确实本身自己身体有些原因 还是因为考试交流症 我们很多 因为这个只要是考试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组成一个周星曲线 就要排出1%2%3%来 如果这个考试像驾照考试一样 容易每个人都能过 那这考试失败的 没有大学会买这个考试 所以这考试本身就是增加难度的 所以这下大家要清楚 然后这里边肯定会有考的好的 考的不好的 不是每个人都考1%的 这个是一定的 然后所以大部分受益者 就是那些没教的 给大家几个数据 两年前排名最高的大学 使用test optional的是芝加哥大学 这大学曾经排过第三第四 现在是第六 它经济学比较强 工程一般 然后这个学校很神让 它是第一个前十的学校宣布 我们test optional 你不用教 但是去年的数据 来讲他们有85%到90的学生 是提交了的 而且因为他说你可以不提交 很多炮灰 那小孩就以为自己不用教 那就去伸 给他增加的分母 他录取率比以前还有低 然后呢 他整体的SAT ADD分数 有的很大比例的提升 为什么 大家想象谁不教 那肯定是考的不高的不教 那考的不高的不教 分母又增加 他只会算那些交分的人 那些整体的分数是提升的 而且这个呢 你的平均SAT分数和ACT的分数 在US News排名里边 是占10%左右的比例 或者7.5 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 我只要大概 这个这一点点的进步 对他的排名非常重要 因为进入到前20 在其他指标非常白日号的情况下 这个ACT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量 这就为什么之前有些大学 把新生入学之后呢 会让再考试ICT刷分 给那个US News报分的时候 他会提高 因为大家都需要这个排名 有排名可以吸引美国 和全世界的申请人去申请 排名是没办法避免的问题 因为大学太多了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记不记得几个月前吧 还是去年 ICT做了一个就是困境打分 就是Adverture Score 就是说他有不同的那种指标 来给你加分 然后他说之前学大学 已经在测试了 然后经过那个舆论的抨尽 他们就取消了 然后呢 我现在才意识到 ICT做那个不讨好的动作 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正确 因为UC的理论就是 这个标划考试ICT不能很好的预测 学生的就业率 学生的这个毕业率 因为大学的目的是 希望他选择学生可以顺利毕业 这是大学的一个设计 有利的你要差的话 你去差大学毕业 好得去好大学毕业 所以说他发现研究表明 GPA和这个毕业率 关联度比较大 ICT反倒不大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论据 所以他的比较一边倒 而且23比0 因为这个是政治导教想 他说低收入 有色人种 在这个ICT里边非常disvary 他们的理由呢 是他们没有资源 没有这个就是好的 没有钱去雇一律一 华语学生何去何从 我们核心竞争力 家长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为什么你能留在美国 不管是你是在国内赚钱投资移民 还是像大多数听众一样 你是通过学习和努力或者或者是工作 移民到美国给自己孩子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你有考虑过你的核心竞争力吗 我觉得就是艰苦奋斗吧 没有几个家长说自己是天赋异禀 即使天赋异禀 你也是在国内高考那条路 杀出一条邪路来 然后呢 能够在美国的高校 通过自己的奋斗 给美国高校创造那么多价值 拿了PhD或者Postdoc 或者是就是去大公司工作 等绿卡过程中 谁不是如履波兵 谁不是踏踏实实工作呢 对吧 好不是等到绿卡 人凝中年了 然后呢 基本上也是需要奋斗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职业规划 你也不敢跳槽 所以我觉得美国绿卡 给美国创造价值远远超过 他给每位听众 带着绿卡和公民所带的权益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他这种基础的吸引 全世界最优势的人才 包括他的教育和医疗 这都是一个谎 实际上真正是家长 你们做的贡献 各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这恒星星 大家不要忘 因为你们的孩子 没有经历过程 他们生下来就享受 美国比较公平的这种政治环境 和这种自由的这种握土 而且家里又比较白左 所以孩子比较不贴心气 他们就忽略了奋斗的重要性 他们可能会觉得 你看这边有人需要帮助 那边非洲 那边国内的偏远山区需要帮助 让他们忽略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父母多辛苦 虽然我们很多接触的父母 条件很不错 但是亚裔绝对在美国 不是那种 真正属于顶级的阶级 在政治上花钱是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已经形成既定事实 如果这个考试 慢慢取消 逐步取消 然后将来的话 他用自己的考试来取代 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亚裔的核心竞争 你不能丢 你还是要努力 如果可以教的话 你还要教 如果不能教的话 别的地方你还要加工努力 因为这是真正亚裔 能够移民美国的核心 你如果一旦忘了 那你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后浪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然后底下几个就是 有些家长可能是因为个人budget 如果UC这么搞的话 他可能 那我孩子就考试比较好 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给孩子搞活动 我也不懂 然后我可能没有那个budget 请counselor 去做这个东西 或者我没有那个知识和时间去做 那怎么办 搬家吗 我觉得搬家再说吧 看工作机会的 然后多赚钱 我觉得还好 实际上老的说 省事件可以搞定 然后学生贷款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因为和家长 比较不喜欢贷款 但我觉得教育的贷款是可以的 但前提 我建议您的孩子一定要打工 一定要打工 一定要只要挣钱不容易 而不是 纯粹的就是 你过去我就读书 那种孩子不太会赶 不是孩子不善良 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到 尝试过担当 特别是来到美国 你觉得你给他创造很好的环境 但是你让他忽略了 他真正作为亚裔 安身立命的本钱 然后省事件 因为我觉得这点要提一下 美国的消费主义 我觉得比较盛情 就是家长 电脚Vacation 或者干嘛 我觉得很多家长 还是坚持国内那套风格 虽然调点不错 但他非常节俭 教育上非常大手大脚 但是在其他地方 还是比较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费 实际上不管私立工业 还是一个比较 比较可以预期的目标 不是那么难赚 所以我觉得 即使如果UC将来 录取难度特别大 甚至ACA5那个法案通过 我个人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大家不要悲观 然后这个就是 真正背后的动因 实际上是一场全力游戏 大学想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他不希望被这个绑架 而且主要是疫情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动因 今年变test optional 就是防止自己加了考试 因为很多学生 可能因为疫情没法考 然后如果疫情悲观 走到年底 都没法开始正常考试 那很多学生不考 他可能就不会深 不会深 现在学校本身就是 富费受敌 声援大量的减少 他们再加一道门槛 那就没有必要 所以大家都盲目奔风 疯狂的这种 用test optional来取代 毕竟这个政策 已经几十年了 所以说我就在想 大学的话 集体的动作为着招生 然后US News 现在很tricky 美国大学 这是很全力的一个机构 去年 因为UC Berkeley数据造假 他有一段时间 排名是给拿下来的 大概有几个月 后来他们就道歉 那个校长还是我们道歉 写公开信 这事就解决了 所以说这个排名权费性非常强 然后他这里边的关于ICT比例是这样 如果任何一个大学 他提交ICT ACT的人数低于三分之二的话 那他就会在这个评比里边 这个权重给的减少 所以是有这个损失的 所以这点要再加上注意 现在就是看ICT和ACT这两家机构 愿意砸多少钱 去老北 去让这个US News 继续坚持他这个评判标准 因为一旦趋势形成 可能改变整个美国的教育格局 那如果不用标划考试 那对亚裔打击非常大 因为任何一个学校 亚裔的分数都特别高的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努力拼木 分数高一点 我们才能多拿一些名额 去读我们该读的学校 因为毕竟你读的是大学 这是一种考试能力测试 你将来医生科考GRE 你读历史要考LICT 你读医学要读MCAT 所有的这些考试 我们做过research ICT和所有的之后的变化考试 它是有直接的correlation 非常strong 0.6级的correlation 就它有相关性的 就你ICT考得好 你是通过努力 各种各种刷题 刷到这个分数的话 你将来这种职业考试也很高 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 那本科对华语学生确实很不利 因为课外活动的话 那个很难定量 你需要大的努力 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资源和钱和时间 这是很tricky的 然后另外的收益者 我觉得就是这些人 可能很多家长不关注 因为在屏幕前前 当然我个人认为 可能不会有太多 只有这个机会拿这个benefit 举个例子 这是加州官方网站登的 如果你的家庭输入 家庭低于8万美元 你qualify the financial aid 你不用付学费 14000年的UC学费 你不用费 你不用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57% 大家敢想象吗 你们孩子不管是读哪个UC 加起来总数 57%的人是不交学费的 即是14000 而很多家长 因为可能UC录的不太理想 或者孩子不太适应 要读昂慰的私利 也没有减税 对吧 然后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不能高脚UC 排给大学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读CSU 读私利 可能更好的成绩充一下top20都可以 然后这是美国劳工部 过去15年 这个就业率和学历的一个正向比较 非常稳定 国内这个可能不太不太稳 因为大学在扩张 美国这个相对比较稳定 这个曲线非常的明显 而这次疫情呢 受害受打击最严重的 就是那些学历比较低的 你举例你做那个在餐厅 还有那种part time job 在那个一些retail shop 包括你叫Uber driver 就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呢 他受打击最重 包括旅游业 这个旅游业的话 实际上也是受打击最重的 所以说这次疫情之后呢 会穷的越穷 富的越富 非常夸张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钱都减少的话 那就看谁的家底厚了 对吧 再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一个具体的数据 这都是劳工部的数据 不是我们自己编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失业率最低的 就是professional degree 律师啊 医生啊 这个工程师都算 professional degree MBA都算 然后master稍微弱一点 但是大家能看到 这个学历比较低的话 都吃亏 因为没办法 这个教育还是习学资源 它是个金字塔的结构 不是每个人都能读 有这个机会读书的 所以说大家失业率和这个比较 还有薪资 然后呢 介续学家长的孩子可能很小 他可能对UC没有太多了解 很多我发现 同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们都说UC10个学校 UC确实是10个学校 但是UCSF 这个三藩大学 它是医学院 他在三藩有 他没有本科 所以这次呢 test optional 是指认了UC9个本科的 咱北家呢 有5个 南家呢 也有5个 然后呢 排名呢 UC大家很幸福啊 在美国大学排名里边 前50的UC啊 有6个 前25的有2个 前40的可能有5个 最差的 那个UC Merced 这上面都没标 因为那学校可能太 在上标了 在那个余生美丽附近 这学校都排100出头了 然后 Viverside呢 也是经常靠在100以内 所以说UC还整体比较强 大功力 我觉得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靠自觉啊 如果我觉得 加拿调教允许啊 孩子需要读那种 professional school 不管是学医 学法啊 甚至将来是想 在文科方面有所建设啊 调教允许还是要读私立的 甚至一些比较好的文理学院 文理学院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文理学院最好是读比较top 40 top 50 文理学院会死很多 因为他们的学校的招生数非常少 受众疫情的冲击特别大 而这种大的功力呢 它基本上是有助力补助的 然后呢 它的人数技术比较大 它只要放开点口子 拉开点 提升点录取率 还是比较容易招学生的 给大家举个极端例子 怎么来判断就今年这个 今年申请啊 今年 暑假要申请12年级的一定会有优势 因为什么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沃顿上学院 全美排名第一的上学院 他们现在最后一轮的NBA 申请不要急而已了 他们的借口是说 疫情影响不能考 实际上是前几轮没有招满 大家可以想象 沃顿都这样 西北也这样 哈佛还没有啊 虽然它是professional school 但是沃顿录取率非常急 所以大家能看到 现在这些学校都非常的纠结 因为他们真的是国际成员大量的丧失 特别是研究生员 导致他们金融出了很大问题 然后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系统 家长比较混啊 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是两拨 他们都是州里边给钱的 但是呢 加州州立大学这23个学校呢 他们分不更密 他们更是那种普通教育 他们更容易进 这里边只有各级项目需要文书 别的话就是填表就可以了 一般学生会生5、6、7、8个 一张一个申请就可以了 非常繁琐 但是不需要写文书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算一个申请 然后这个总共他的学校里边大概48万人 他整个是将近UC9个校园的两倍 而这个是承载了加州大多数 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一个载体 另外这些学校也不见得差 大家不要觉得这几个学校好像排名一般 因为他们老多学校是没有这种博士项目 所以他没法参与排名 举个例子 这里边入学率最低的应该是 这个考Poly Slow这个学校工程非常好就业的 学费比UC还有第40% 然后还有圣地亚和州里面都不错 因为我们接触学生里边什么情况都有 家境基础都不一样 接触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你不要指望一个孩子 他1100的ICT 12年级跟我们合作 能够非常大的飞跃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人生路很长 大学四年只是其中一步 就地取材因人事 因材事教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些学校比较火的呢 就是苹果工作苹果招聘最多的一个学校 然后就这些学校 然后再讲回来就是录取标准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录取根本就没有概念 那到底怎么看呢 就是过去 在那个考试还属于标化的时候 这是一个录取标准 像漏洞一样 他先刷GPA 但是美国将近美国三万多所高中 每个学校没有十几个4.0 对吧 那你加起来的话 他怎么可能招得过来 因为美国我们做过统票 美国去年应届的高中毕业生 大概是300多万 然后应届就读大学是250万 我们手工算了美国前20大学路的人 我们一除1.6% 很低 然后你要排除UC Berkeley UCLA这种 其中任何一个前20 他们俩轮着排 这两边是UCLA 把他那个整体路数人去筛除的话 那是有1%左右 就是说1%的人 才能进全20 那全国三万多高中那么多权力 他怎么放 所以GPA的话是有水分的 标划考试存在的原因 就是为了排除每个学校GPA的水分 因为学校和学校不一样 大家在不同的学区哈 这个你如果是在Fremont 是在Cermont 是在Cruptain 是在Gong 这些地方 Sat-Sat-Martel 然后你一年录取博克力是几十个 多了100个 那你如果你是去一个比较弱的学区 整个亚裔比较比较少 那你可能就录十个八个 有的学校一个都没有 就是UC是这么来的 他不可能说是干GPA来的 所以他就需要标划考试来Equalize这个状态 所以标划考试确实有必要性 然后呢 这个这两点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会有很大问题 很大问题 然后EA呢 就是科外活动 这个呢是变量非常大的一点 科外活动呢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我要做大量 我要工作 任何根据家庭情况不算 我们有些孩子呢 父母是移民过来做生意的 所以呢 他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异工 或者给别人 他自己家生意就花了很多时间 而这个呢是非常重的一个异工 我们今天有位学生 之后会做分享 在下个月 他ICG就1200多 他的GPA也三十八级 他的学区非常一般 他家里边开餐厅的 然后呢 他实际上是没有在家里边打工 他更极端的一个例子 他父母比较宠 他文书的话就些父母是实际上 赚钱不容易 不让他接触这些东西 然后他这过程的一些反思和经历 然后他也是运气不错 先入的UCSD 已经很高兴了 结果呢 今年因为整体疫情受影响 他也有一点加分 我们一块写了个love letter 最后充进了UC伯克利 父母和孩子也特别高兴 然后呢 personal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您家是第一代大学生 您的孩子 如果您家的话 今天条件比较差 如果您孩子有什么 天生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症状 身体不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 他是有加分的 这是美国大学一个核心理念 他会考虑您孩子身上负担的这个重难 和那些有钱家庭孩子比 有没有 因为一定要相对公平 他会加一些主观的分数 所以这个录取一定是 一半科学 一半人文在里边 有些不科学的地方 但是这就是文书的重要性 大家在看一个大学录取的标准时候 看他的这个录取要求 举例的UC上 相对文书活动 他更看着活动 UC有20项活动 这20项活动呢 他今年增加了篇幅 今年如果你们有实际上 你们会发现 他篇幅增 他让你过去的话是160个字节 让你描述这个活动 现在呢 是500个字节 大概100多个字 描写这个活动 然后另外额外的500个字节 100多个字 来解释这个活动 描述一下这个活动的 这个机构 和就是它是什么 然后另外500个字 就是他这个活动 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整个增加了 五六倍的这个空间 让你去写 这就看出来UC非常在乎这个量 所以家里人要注意啊 如果你升UC 我建议孩子在 如果现在脚90-10年级 一定要大量的做活动 而活动的一定和自己兴趣相关 和家里边情况相关 你不能父母的话 低收入你去做大量的义工 你们家本身就是有一些 需要你解决的这个家庭负担 你可以工作呀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我是不要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的 根据家庭来 没有固定答案 最好的就是最接地气的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而且不要说走多远 你们家这次 就我觉得 我认为每个社区啊 周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 你举个例子 东Polato EastPolato那块 他就成了那个Polato那边学区 家长孩子指定义工 那个那个地点啊 因为近呢 一个马路 一强制 就是一个高速之隔 这边是四级酒店 DLA那个最好的一个律所 这边就是一个 全米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社区 房价差天差地别 所以说就是在微谷 这种进行当中很多 所以千万不要 就是为了这个名义去做 身边很多可以做 美国讲就是community service 你的社区感很重要 他不希望你去大学之后呢 只会学习 不关心社区 那大学的校园 生活实际来填满 所以为什么 他们喜欢招那种活动分子 还有那种club leader 是有原因的 他是需要你搞 各种各样的活动 大家来互动 参与 互相了解 然后呢 团队协作 因为毕竟是 人是这个群 群居动物 然后这个呢 就是更细化一点的 我不给大家赘述了 因为每个家长 对这个理解不太一样 这个从绿到红 重要性逐级递减 这个不是我们乱说的 这个是我们内部论证之后 我们结合 美国大学每年录取数据 公开的 他参考的指标 因为这个他必须要公开 这是当年的一个法案通过的 每个大学都有 如果特别等航家长 是会查得到的 然后呢 大概有十几个因素 不到十个因素 GP还是最重要 因为多差大学 你都可能录到哈佛 因为他要看你整体的状态 多好的学校也会录到很一般的学校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地方就这个圈 这个图我觉得特别适合知道 家长在排序活动的时候 怎么做一个选择 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 当孩子压力比较大 没法权衡的时候 你不要鼓励他 加把油 努力 千万别这样 那是对孩子最大的一种打击 因为每个孩子特长不一样 有的孩子做某些事的效率就是比较高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毅力可以战胜一切 那是过去国内那种教育 我觉得是比较激情的一个地方 现在实在不一样 美国录取标准也不一样 一定要找自己单位时间内 产出价值最高的一个活动 这样有价值 然后呢 我觉得高等教育的话 最核心的价值就在这吧 就是 通财是专财 我觉得老子家长就觉得 我孩子是个各方面优秀 我觉得不是 大学的话 我觉得有个同行 或者有个同行 做得非常好 我借用他一句话吧 他说 你在事情好学校 如果你的目标是前二十 他就要打早里来 就是你那个最长的那个地方 打得早越多 但是学术方面 如果你的称来讲 你要是同财 你要没有缺客的 你只要听到前二十 你不能有明显的缺取的行业 因为你如果连 academic都搞不定 那前二大学对你来说挑战太大了 然后核心竞争力 和上面是一样的 你要有一个特长 不管你的领导力 还是你的善良靠口 还是你的表达 还是你的严谨 性格上一些特长 还是你在学术上一些竞赛能力 包括你家里边 就是说你在family 你不要有主见 包括有生育头脑 就是你要有个突出核心竞争力 而这个活动是围绕 你这个核心竞争力来选的 多能呢 实际上就是 acad你要考 至少最近两年 acad你要考 对吧 然后呢 最关键一点就是说 你的不能缺科 如果你缺科的话 我觉得也没问题 那你期望值要往下降 而且 如果高中科 你就觉得challenge 举个例子 高中你上了APBio 你觉得很难 我觉得医学院你要慎重 这课已经是很简单了 医学院学有机生物的话更难 然后复合形成才能 我觉得 就是底下这两本书表达的 家长有兴趣 可以给孩子介绍看看 左边那个就讲 真正成才的关键 实际上是有点优质的教育资源 是所谓的机会 就像他讲 劈头师乐队 为什么他们能那么火 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机会在酒吧助唱 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去练 去practice 各种路演强度非常大 把他们练成那种默契 他这个一万小时 理论被很多机会给用 但实际上都误解了 一万个小时 如果你是埋头苦干的话 实际上没有用 你之前是一个开大车的 你只会开的好一点 你不会成为一个赛车手 而他讲的是 你这一万小时 是有优质的资源 在这培养你 这个很关键 就像大家搞竞赛一样 孩子如果选个更高级竞赛 和高手竞技的话 有好的coach 他会状态更好 这个我觉得分析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range 就讲通财 对这个孩子 未来的职业的帮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结合一下 实际上 我觉得还是一专都能 比较符合这个未来的预期 然后这个呢 就是具体的 我们讲完大方向 孩子整体教育 然后我们来分析 今天具体这个政策 对大家的影响 这是英文版 我给大家解释 成为中文版的比较简单 今年和明年录取的 也就是说 现在暑假完 要上十一 十二世纪的家长孩子 你们要注意 就是实际上还是test optional 不是不考 你可以教 他绝对会看 然后呢 我建议你是亚裔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很多人 听说过这个囚图困境 就是警察抓了一帮 这个抢劫犯 他们会分开审讯 他们会给他搞定 就说你如果举报 别人不举报 你就减刑 你就出狱 如果你举报 他又举报 你们两个都坐牢 做时间比较短 对吧 你们俩都不说 都坐牢 就是这种囚图困境 实际上这个考试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如果有信心 你认为所有的亚裔 中国裔 还有印度裔 他们不会提交 那你就别考 如果你认为他们会考 你也要考 因为说实话 学区竞争力这么强 我个人觉得 这个标话 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常数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是每个亚裔 华裔孩子都适合考SET 我就不擅长考试 我家裔考了很多次 我就是考不高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 非常那个 怎么讲 发财性思维 考试的话 有固定国际 我不太行 但是要写作文比较擅长 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因人意 就是孩子如果努力之后 找一个比较好的Tutor 可以去分析一下 他考试的原因 这确实量不够呢 懒惰呢 还是真的 他这个理解方式不太一样 不适合这个标话考试 因为标话考试 一定是一个中心曲线 一定有人是考不好的 所以家长一定要慎重 就如果考不好 那我们怎么提升 那课外活动啊 文书啊 包括GPA 怎么来提升 怎么来预习 这个下一年的课程 都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 不要死科考试 这不是考考 不是唯一的路 美国好在 它是整体评估的 然后对于现在90年级的孩子来说 他不认 他不要考试了 他就说连看不看 这个比较狠 目前为止 全美国使用test blind 非营非营利大学 只有一所 在康中 叫什么汉密尔顿学院 干本就没有人生 这个学校我就觉得 就是比较极端 因为他们真的是 白走的路上越走越极端 他们就认为 这考试是歧视窮人 说实话 我觉得每个学区 他的图书馆里边 一定是有SAT 那个prinston review 或者是 巴朗 或者是其他 publisher那种 test prior book 而且YouTube Consacademy 它有免费的ICT书 你可以看 而且免费的讲座 就是实际上在美国 我觉得资源还是很多 你像我去借书 虽然你的区 Conset之间 有差距 有的书好 有的书不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相对 你努力还是有空间 因为很多亚历大学 调整也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点 我最近看了本书 叫穷人经济学 就是有一个 哈佛两个经济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模型 就看下穷人 一路贫民一窟 为什么 实际上他揭露一个非常惨的现状 穷人的话 他钱非常有限 但那些穷人太极端了 每天的八指在一美元以下 他们信息是不对称的 他们是不知道 获取信息的 因为 如果我去买书 我就没钱买吃的 他不是饿的 就是说这个对穷人是个悖论 就你想获取信息的话 你要读书 或者是一些其他资源 所以说老多条件不好的家庭 实际上是信息不对称 而不是说他不想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去参考 但是我觉得对于屏幕前的家长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管是您是哪种Visa 留在美国的拿到绿卡的 我觉得信息不对称不是问题 大多是努力和方法 很多我们接受是父母教育理念 是国内那一套 然后孩子能接受美国教育 导致的这种矛盾 所造成的这种家庭教育的问题 偏颇了偏差 然后家庭教育比较好的 一般都是父母 同理性比较强 他们可能对美国教育理解比较透 然后孩子呢 和孩子和家长沟通比较顺畅 所以这个我觉得家长比较因而异 考试的话 一定不能强迫孩子考很多 但是尽量还要考 9年级时间级的 我建议 考不好再说 一边观望 因为他后期还会有跟进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外周 甚至是私立 你一定要考 因为私立相对还好 他不是那么左的一个状态 然后2025年 他会推出新考试 如果推不出 他彻底取消 大家有考虑过吗 这是什么生意啊 如果UC自己设计考试 他去年是10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人数有点下降 这两年都有下降申请人数 UC整个UC系申请的是17万人 17万2000人 SAT考试费加文书 就是他考试那个文章 他又出文章 UC是将近60美元 他要乘一下 这就是多少钱 100多万乘以60 这就是七八千万 不对 将近一个亿的收入 UC如果自己做好事 他赚多少钱 这是个生意 其实 而且他一旦那么搞的话 会有很多人 大家是必考的 所以说这是什么生意啊 因为这个钱不能让 那个college board赚掉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有这个动力 而且他们本身UC比较缺钱 他拿钱都补助那些 就是说可能需要帮助的 所以他每年都哭穷 像他很多钱 然后这个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 刚才没提到的 就是目前为止 目前来说 可交可不交 SAT的 今年和明年申请呢 建议您还是交 因为是疫情的影响 但是作为亚裔的话 他要求一定是高的 除非您家孩子呢 在一个非常强的学区 每年伯克力录取在平均30到50以上 让你GP特别高 活动也不差 那你不用交 其他的我建议你交 因为他是华裔没办法 他们给他套这个印记就这样 大家看一看 芝加哥 康奈尔 UC就不要讲了 这些学校都是这样 然后呢 文理学院 有兴趣有实力文理学院的 大家看看这个 我给大家解一下图 大家看文理学院很神 他几乎都认 因为文理学受的打击特别大 他们每年可能就招几百个人 这一下子他们国际学生一少啊 包括本国人老的人不读了 会导致他们大量缺少 所以他们是 今年应该好录一点 好录一些 然后这个呢 刚才忘了给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内部做了一个图 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和后台和那个Ali要 我们把每年录取名单 加州大学 我们做一个归类 公里次里都有 我们按排名按分部 这样大家的话可以看看 因为大部分孩子在加州待着啊 他不太想离开 天气啊 还有亚裔在这个州里边 这种整体政治氛围都比较不错 除了白左这点比较烦人 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就是大家看一下 加州学校非常不错 你看前100个这么多优秀的学校 公里私立 还有文理学院 然后还有这种区域性大学 也非常不错 就是举个例子吧 这边有个叫 太平洋大学 在Stockton 这个学校呢 我们有个学生 两年前 在Sanaclara这边读公里高中 2点几的GPA 1001的SAT 录取了还有一点钱 加条件一般 当然是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我们SAT也是活动做了不少 让他打工 但这个学校的话 除了他的牙医和药剂 他别的专业还是相对比较好 私立 参观一下建议 如果孩子成绩没有那么理想 这个学校可以考虑 那网上就不要管了 那就斯坦福了 Caltek 我们这里边呢 Caltek目前我们没有录取的 但斯坦福的话 我们过去还有这些学生 我们都有 就这个List 我们都有学生录取过 这个呢 就是UC录取的14个标准 大家不要逐自看 基本上是以学术为主导 因为这次疫情呢 考试取消 就是不是meditary 就是不是必须交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 而且这两年 我觉得UC也在寻找 录取的政策调整 我们会随时给大家更新 但至少从今年和明年来看 亚裔学生的话 还是考虑会占多数 大家看看具体的breakdown 黄色区域呢 就是你可以提升的地方 就是变量 那考试既然不要了嘛 那GP你也是固定的嘛 然后呢 这个前面几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包括第五条 就如果你是整个Qualify 那个UC一个标准 你是全州学术排名到8%到9的话 你是可以保证读一UC的 这个政策前两条有家长关系 现在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它保你的呢 是UC Merced或者Riverside 哪个招不满 哪个把你塞哪 哪个家长会去呢 稍微能努力 还不至于去那些学校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6到12呢 是我们可以努力提升的地方 你的课程的强度 对吧 你比较challenge自己 然后另外就是你 他会看你高中里边 多少门AP课 多少门honor课 他不会提示你 如果你在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学区 他会看你这个学区有多少阶好课 你和同类人的比较 往年你们学校都取数据 他会都参考 所以家长一定不要担心 我如果不在考学我是不是要转到一个更好的学区 千万别 美国大学招生的录取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是在个小池塘里边一条大鱼 而不是在大池塘里边一条小鱼 然后 special project 这些基本上学术相关 talent achievement awards 然后学术项目很多 网上的网课 网上的AP课程 认证的 然后呢 社区大学的课程 还有你自学的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的coding语言 包括你看学书 任何一个你的自我提升在文书在活动里边都会体现 这么讲吧 如果孩子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兴趣 今年在暑假什么都干嘛 他如果能看 能一个假期 看自己感兴趣领域的20本非区幻类小说的话 那他的写作水平会突飞猛进 即使文笔没有长进 他对一个他喜欢领域的这个理解会非常震撼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经历 有一个小姑娘 她写的文书 相对Stanford身上非常弱 但是就是因为她在讲女权的时候 她看的那个书 还有那个research 已经超过了一个本科ABC该有的词汇量 就是这个领域里边非常非常潜意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块的话 人家一看你就是几点过 因为你花钱请再多的顾问 也没法在你付的那个钱里边给你看几十本书 而且消化成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可动的地方非常多 有些往往最有价值的活动呢 反倒不花钱 如果孩子已经十二年级或者十一年级 我的成绩已经固定了 特别是UC比较特别 他今天就讲UC 九年级成绩不看 十二年级只算学分 他不会给你算成UCGPA UC只看UCGPA 他有个专门GPA算法 他算十一年级这两年的你的成绩 你的UC A3G那种verified courses 然后他会算你这三个暑假 九年级十年级十年级暑假 你拿的课程 但是由于疫情 很多孩子可能今年不会注册社区大学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在线的课程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是发现很多 我们自己的学生是有这种资源的 是有些在线的AP课程 实际上还不错 大家也会认 因为毕竟啊 你拿一些课之后呢 你除了能够省学分 省些钱之外呢 你确实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边有所建立 因为大学是希望你能够不限制于本身有的条件在学书上有所突破 因为大学毕竟还是教书的嘛 希望你在学书上有所建立 然后第二个就是科学活动 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的project 义工 社区服务 打工 线上有机会啊 实习 那个summer camp summer camp呢 很多我们学生的话 八九月份一些camp它恢复了 因为有些camp一定要动手 比如生物方面 还有这个机械里的工程里的 一定要动手 有些州疫情不严重 它已经开放了 所以这个取决家长对这个疫情的评估 我觉得安全的一样 别的都是次要 然后看书也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在线 在线有很多资源 你可以做推特里 我们最近很多学生 我们就推荐 他给我们一些学生做一对一的辅导 因为我们的也有一对一的老师嘛 但有些学生基础比较差 他还没有到 让我们老师辅导的这个程度 虽然我们也想赚这个钱 但是我们觉得 他更需要这个学生 就是好高用来到二掌 所以我们是有这种措施 让孩子去提醒 因为他在教的时候 他需要备课 而且他解决问题 他是赚钱的 他不是一股 这个一定是赚钱的 而且家长会觉得 这个有帮助 他们会继续合作下去 对孩子有要求 所以我觉得在线的活动非常多 而且我们做过统计 目前还开放的 在线的那种 暑假项目质量还不错的 在30个以上还有 而且今年这些项目 为了赚钱 他们也是大量延长 这个申请的截止日 以及降低的申请难度 而且大家知道 加州有个非常出名的项目 叫伽利略的 小孩下领破产了 然后他不退钱 他很多分销 他非常棒 但是因为他这种模式不太好 他这个现金的时候 冲来卡掉 他就歇菜 在线的活动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自救的选择 基本上我觉得还好 因为他这样的话 不用租房 他也是自救 而且好多好多项目的话 度过今年之后 还会大量赚钱 所以今年呢 我发现一个现象 网上很多招我们合作的那种机构 他卖资源 什么摩根斯丹利 什么根斯那种远程的 远某时期 后来我就联想到 这些万赫的资本家们 他们在一边裁员 拿政府的这个救助 一边用这种免费的高中实行生 来给自己做大量research 我觉得太坏了 你想想 学他知道那种事情 大学 特别是一个藤校的 那些孩子 他那种research能力 一点不亚于那些大学生 他们在自己专属领域 已经非常 所以他们说 太好了 我可以花钱给某些机构 我们要拿convention的话 给我们钱 我们给他推荐一个机构 机构再挣一批钱 然后呢 给这些公司免费出道动力 玩命的给他做那种research 做那种基础的工作 我觉得太坏了 他是资本家太坏了 他们在裁员 就这些工作 本来应该是一个 working professional 挣这个钱 给家里边养家户口 他这么高 国内特别流行 美国相对好些 国内超级流行 然后最近好几个找我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底下都是诱惑的 为什么呢 我们作为咨询机构 我们一定要不中立客观 如果我们拿任何一个家长 或者是机构推荐给我们的 我们拿commission 那我们的顾问 首先他是不会干的 基本上都是美国长大 至少也在美国待着十几年 再一个 如果他们万一接受了 被唐一炮弹给腐蚀了 他们在推荐学生的时候 一定是有偏见的 一定是有bias 那我推荐的时候 这个会赚钱 如果两块钱 那我肯定就会推荐这个了 所以说我们为了摘除这个 我们还是不接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第三方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是推荐 帮你申请 而且那种 不需要我们申请的 我们也不算申请的工作量 所以说这点 我就可以给大家保证 我们这块是中立的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的 本质就是必须要中立 就像一个汽车评级机构一样 他如果还接广告 那他一定是bias 他必须只做一样 就是他的汽车评估 所以这块我们一直要坚持 而今年特别好 我朋友圈全是卖各种大公司实习 我现在想想这是挺坏的 然后呢 文书 家长们 我觉得文书这块 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 孩子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的一个 非常短的一个纪录片 大概有五分钟 这个纪录片可能三分钟 他的一个剧本写作 你把它当这个就可以了 它可以是一个瞬间 它可以是一个日常 它可以是一个快捡 它可以是一个图片的第一家音乐 就是你这个文书 所创造出的画面感 是你赢到的 举个更形象的比喻 因为疫情期间的家长们都在家里做饭 很多家长已经变成大厨了 就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像大学申请 假如说您是一个12年级的孩子 你活动什么你都不太care 申请你发现 哇塞 这些题目好像我都没考虑过 那怎么办 就像你家突然间 小区发现有人得了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 封小区了 今晚上大家谁不能出去买菜 那怎么办呢 我边乡里边有什么做什么菜 那这个比赛就等于是大家在比拼谁做的菜好 那首先你要知道冰箱里有什么 就是孩子有的活动是什么 另外一个 你就是选材 你选冰箱里边最新鲜 最能代表你这个厨艺的 这就是顾问的作用 他抓里边的素材 然后再一个 从里边挑一个最好的故事 来符合这个主文书 其他的副料 来符合这个主文书 甚至活动列表 然后再一个就是组织 打框架 就是你怎么做这个东西 你怎么把这个菜 给给 你是做哪个菜 你是做炒饭呢 还是做这个公报鸡丁 还是做炸鸡翅 这个up to you 还是做西餐 最后一步就是那个presentation 你的美化 你的摆盘 你用什么来装饰 所以基本上这五步 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 后台显示 家长以女性妈妈模式多 所以我用这个比例 当然很多爸爸也不做菜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 不是你文笔多好 你不是申请文学专业 文笔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 这个画面感 有没有让人通过这个镜头 这个文字语言来理解 你这个孩子的形象 是在活动和分数之外 看不到的 一定要看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闪光点 因为每个孩子经历都不一样 即使你家有双胞胎 我们过去有很多双胞胎 他们的爱好 他们所接触的信息 他们的思维模式 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很好玩的地方 就像每个事态一样 它不一样 你做法不一样 它也不一样 所以最后呢 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 我们团队里边呢 有三位是ABC 三位是在美国读了读书多年的 就是都是移民啊 除了我是在绿卡排气 他们都是公民啊 这给大家声明一下 然后呢 他们都是全职 全职对我们来说负担比较重 但是好处就是我们的人员非常的稳定 这般人从两年前跟着我一直干到现在 然后我们也是挺就是非常默契 每一个孩子的文书呢 我们会所有的人都看一遍 Schoolist 我们要集体表决通过 我也会参与其中 所以这是我们的模式 老师的话我们坚持就多 但是顾问的话 我们坚持就全职 因为这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原来的机构 公司的机构里面遇到一个大问题 非全职的省钱 但是稳定性比较差 质量比较差 而且传绿的这种协作 和那种Synergy比较弱 好的 别别我刚刚在这边已经收集了 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有家长问这个离异家庭的孩子申请UC有加分吗 这个要两说 我觉得离异的话 他讲他讲究这个这个生活中的困境啊 不是以这个事实而是以这个事实背后的这个环境 离异之后你的生活是改善的更好了 还是更差 这个我觉得取决吧 因为这个比惨的你是比不过那些少数族裔的 但是有一点如果这个真的是孩子在里边因为离异 没有父亲的这个或者母亲的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在在里边 啊找着孩子从少从少那个找当家啊 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帮助非常大 不见得要离异啊 我们有些新移民的家长 因为不懂英文给孩子很多这种工作 导致这个孩子从小有担当 敢于公众演讲敢于去追问 敢于好奇敢于学习 申请到非常好的学校 这些就要领导力家庭领导力 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爸爸的这个责任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好事的 不管申请的时候给你加分 还是这个呃 他在啊未来还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是找当家 我觉得这特别好 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为离婚的一般是有原因的 这个要看具体你的孩子在里边有没有得到锻炼和提升 还有一点基本面 就是任何挫折 他希望看到是你如何战胜 而不是说去说哎呀我不容易 不容易太多了 我给大家举个极端案例啊 我在网上报个节课啊 宾大的关于录取的特别好 里边一拨人啊就一个亚裔 小伙子就是特别精神 穿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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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ABC 大家都讲他非常Energy 你觉得他非常乐观 家庭非常幸福 另外几个呢 有色有色有色那个 就肤色比较重的族裔哈 非裔的和那个西裔的 他们在分享 他们就讲啊自己怎么着 就隐含折射 说他们不容易 当这个男孩申请的时候 他分享的时候 我眼泪就会下来了 他父母是第一代移民 广东过来的 他爸呢低收入 在马头打鱼 他妈妈呢是从小那个智力低于常人的 就是他为什么读宾那 不读那个哈佛 他造成能够哈佛的孩子非常强 他说李家庭可以照顾他妈妈 这真实的 就这种东西才叫困难 我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夸张啊 就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家庭情况都那么夸张 我们见过我们读过一个 讲一个就是一个飞机的小孩 他讲了一段经历 他家里边homeless 家里边由于破产没有钱 他们全家做了三个月的homeless 他讲这个经历 但他里面充满的正经历 因为大学不招报复社会 埋怨社会的人 而是这个社会里边如果有不容易 你怎么改变现场 怎么战胜自己 战胜环节 对吧 你必定赢了 但是这个态度是一定是很关键的 因为人的成长是通过克服困难 战胜 困难这个过程中来解决的 就是解决问题能力是真正生存的核心竞争力 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就是EA都包含哪些 想让你简单介绍一下 我给大家分级吧 就是说因为这个EA的话有难有容易的 最最简单的叫volunteer 就志愿者 为什么呢 你做的好和差 他都要你 反正多得益善吧 当年我在大学也做 美国那个foodbank 去的话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教你怎么去装一个食物 这些食物呢 是够非洲某个国家里边吃一天 就是一些粉末泡沫 大家没有那种沟通 所以我就讲这个点 一工啊 是最容易的一点 再往上呢 就是那个pay to play 你花钱就能申请到的 举个例子 某某camp 你交的钱就能进的 没有进入门槛 那你能进 别人也能进 这种不太考虑 再往上一个难度呢 就是internship job shadow 就是你家里边可能有关系 我之前有个学生特别有意思 他爸一朋友是开那种大麻 lab合法的 做大麻一些产品的 他里边多内容 他就跟着去看 小孩就跟着去看 他就是job shadow 或者是他母亲 父母朋友是开牙医诊所的 他就在里边跟着看看 医生很多他不参与的 再高端一点呢 就是paid job 你去餐厅 你去那个retail store online 确实任何你的工作 因为你是赚钱了 赚钱是增加难度 和一工不一样 一工的话 是个人就要 餐厅不是 餐厅的话 和那个retail 还有任何一工作 人家是给你钱 我为什么要给你15块20块 我为什么不给别人 因为我觉得你能创造 比事务更多的价值 要再高端一点 就是那种 有申请难度的那种summer program 那个申请难度高的什么样子呢 每年可能全国就录取四五十的 你像那个stamford 有个叫semer medical 就是很简单一点 家长不用被这些名头给confuse 你就看 如果一个暑假项目 他要求两三封推荐信 你的成绩单 还有一个申请文书 还有ICT 那这一定是好的 如果交钱就可以去 别听他怎么怎么夸张 没用 你去和别人可以去 没有意义 然后最最高端的一种叫individual project 我们过去有学生三年前了 Summertail当时 不对 Summer mall 他当时要做那个mall的时候 就那个非常大的mall 他和那个顾问想的一个idea 特别好 就是他就联系 周围几个小伙伴 他们就是挨家亚户 在他 包括去mall里边发survey 大概收集了 一百多个survey吧 就问了一些问题 你们最希望 要哪些 retail stores Julita HM 什么那个zara 还是喜欢那些什么boba 他做这种survey的时候呢 收集了之后 他寄给这公司 他写了一个非常好的report 用他那点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虽然这个没有被采大 但是人家写了感觉信 他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路的结果非常好 就是当然他本身技术也不错 这叫independent project 个人项目 因为说实话 你周边很多需要帮助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通过一个个性化的项目设计来完成 不需要成绩费用力 你需要做 你只需要告诉他你怎么做的 你做的结果 还有你的体会 甚至结果 这就足够了 大学是看的 大学是看的 因为这个是最费劲的 因为你没有框架 没有导师 你自己和父母在研究摸索 这个最难 这个也是为什么老子这样不喜欢 因为最难嘛 还不是花钱买个 买个camp 对吧 所以家长要想着 从来没有容易的东西 越容易的越没有含量 下一个就是有家长问 inlicense有没有暑期班 暑期SAT班 我们目前只有一对一 但之后我们开一个一对三 因为我们内部讨论过 开班的话 我们利润空间比较大 但是效果非常差 因为本身孩子就是在线 如果超过三个人 我们做个实验 超过三个人 孩子托了你是看不过来的 就他会晕 这就为什么大家非常反网课 因为那么多脸的话 你没法人脸识别 所以一对一效果最好 但是考虑一些家长的budget 我们一对一的话 基本上打完折 做买package也是要85以上 所以我们不是那么便宜 对南湾来说我们非常便宜 东湾来说我们不算便宜 所以我们会出一对三的班 既有APUS History 也有就是那种 秋季的preview课 也有ICDACT 我们会有小班纸 会有课程课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这个到时候会在区域里面 非常给大家 但我们的设计的初衷 是希望第一届课免费试课 让大家体验一下 家长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跟国内一些推方 非常领先的同行学的 如果你课程好 你就让大家试课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有这个自信 所以会都希望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可能会六月中下旬退出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 今年他女儿的学校 变成了pass or fail grade 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录取 大学录取家长 不会 美国大学是按学校来的 就是你的school context 很关键 就是你的学校的背景 因为你们学校这学期都抹掉了 所以没事 但是如果你们家女儿 恰巧是在过去的成绩比较弱 今天学校成绩有点 正好提升了 我们有这种孩子 他作为一个受害者 那他别的地方一定要提升 但是从整体面来讲 没问题 如果你的成绩值和以前一样没问题 因为大家都这样 你只能通过标画来提醒 这就为什么标画是个跳过出去的坎 如果大家都是A 你说你不歧视的话 你怎么来评比呢 SAT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for GPA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weighted or unweighted 看你的学校 如果你们学有十多门VP课程 那你的weighted GPA一定不能低 如果你的目标是不错的学校的话 因为如果你们学一级AP没有 他不会奢求 你有很高的weighted GPA 他是这样 他录的时候是把你们学校这拨申请人 抓出来比 而且每个大学由你们过去学校 录取这帮人的数据 你想想 只要你们高中是在湾区 稍微不错点的功率 你们肯定是有nevance account nevance account 有十一年级之后会给你 会有过去十年 学校录取的数据 他会有个比对 你知道你的position 所以你会知道他们GP多高 你要和他同校比 你首先要战胜的是 你从校那边同意的身上 好的 那今天感谢笨老师的分享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您和孩子更全面的了解大学申请 那如果之后大家有想更了解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扫描我的二维码 或者是支店咨询 之后我们每期的讲座呢 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内公布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干货文章 也会在那个里面发布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联系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也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晚安